所以接下来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视讯访问到的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丁学文 学文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好学文其实观察在世界各国的包括了金融界 还有包括房地产界 今天就要请教你大陆知名的地产集团 恒大集团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约合10.68兆台币 那么现在已经向美国纽约曼哈顿破产法院 申请破产保护 所以要请教学文 从恒大碧桂园甚至到中植系当中的 中荣信托频频出世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场被称为大陆版的雷曼风暴 那么现在地产建商频频有问题 冲击到大陆经济的层面又是多少 学文 对我想现阶段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或者火车头会被熄火 那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里面 房地产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占整个中国GDP的60%到70% 那这一次恒大跟碧桂园甚至包括该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中国SOHO 陆续的发生所谓债务违约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担忧 首先我想过去几年如果在关心中国房地产人 肯定对于恒大或碧桂园甚至SOHO中国都不陌生 那恒大这一次在美国之所以对美国针对破产法第15章 提出一个所谓破产的申请 其实司马昭之心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 最主要还是一个用时间换取空间 希望能够透过美国这个破产法的保护 首先保全他在美国的资产 第二争取自己能够债务重组的机会 不过同时间我们也看到碧桂园 其实有两笔美元债券 其实金额不大 大概2250万美元左右 基本上本来很难想象 这样子的两笔美元债券也会违约 我想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看 情况就非同小可 为什么 我们过去知道 中国的房地产一直是单线持续的往上涨 从2003年到现在 几乎没有什么回档的机会 所以过去的一个经验 让很多的房地产商 甚至购物者甚至投资客 认为中国的政府不管怎么样 只要经济一旦不好的时候 还是会出来救世 不过这一次中国的房地产 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分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大家如果有去观察 中国的房地产 在今年上半年 碧桂园还曾经得意洋洋的 向全世界宣布 他在今年上半年 全中国建筑的房屋面积第一名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知道 这样的一家公司 一旦出现债务违约 其实就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市场 政府会被救世 而是来自于购物者的信心的问题 那第二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 恒大跟碧桂园 他债务会那么大 很大原因除了 很多的房地产商压住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单线上涨之外 其实很大的原因也是来自于一个高杠杆 那高杠杆 其实如果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说 是另外一个庞氏的游戏 那在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中国房地产 就曾经出现磕磕绊绊 可是中国透过一个所谓的 腾龙换鸟把所谓的金融机构 跟地方财政的这个房地产的债务 转移到一般的购物者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从1718年到2020年 又一波中国房地产的往上走 所以所谓的这一波 所谓的腾龙换鸟 加上2020年又有一个三道红线 那这两个政策 现在是所有的人 在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 所谓大家觉得罪魁祸首 就这两个政策的错误 造成的今天中国房地产这么庞大 而且很难救助 那当所有人现在在观察就说 那政府到底会不会出来脱市 或者是救市 因为如果你去问 所有在中国房地产 过去20年赚过钱的人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不用担心 最后中国房地产 一定会靠政府救市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我在节目中有谈过好多次 疫情前跟疫情后 全世界的局势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的中国政府 其实他自己也有点尼菩萨过疆 我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 惠玉非常活跃 前阵子调降了美国的主权平等 他也公开出来说话 就说中国现在的债务的高度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惠玉不排除 也要调降中国的主权信用平等 如果主权信用平等 一旦从现在的A plus再往下调 其实对于中国的利率跟汇率政策 都有一定负面的影响 反过来说就是中国政府 现在财政可以释放的工具空间 就没有以前那么大 所以首先中国政府会被救市 就会碰到这一个主权债务 会不会被汇率或者是所谓的 评级机构调降 第二个如果出手去救 恒大或者碧桂园 甚至现在的中国SOHO 其他高达50多万家 中小型的房地产企业要不要救 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西方一直在说 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所谓中等技术的陷阱 什么叫中等技术陷阱呢 就是不能够再靠房地产 去支撑它未来GPT的发展 所以你必须开始要产业升级 而产业升级又碰到了中美对峙 尤其西方阵营 对于所谓像半导体晶片 这些技术的压制 所以能不能摆脱 所谓的中等技术陷阱 变成是现在我想北京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要摆脱中等技术的陷阱 你又把钱拿回去压住在房地产 那变成是一个互相矛盾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上面三个互相矛盾 我相信现在对北京政府来说 确实一个头两个大 那房地产市场 现阶段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你要再靠房地产去支撑中国的经济 或者一般的投资客或购物者 要去担押房地产会持续往上走 我想基本上要做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我觉得倒是可以借尽 台湾或日本的经验 如果大家经验印象深刻 在2000年左右 台湾也曾经面临房地产的一个困境 最后其实面临的是房地产业的整合 所以我想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中国即将迎来房地产 大中小企业的一个整合潮 而整合之后 能不能把房地产往比较健康的方向走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